深圳的著名經濟學者羅上文先生給我們講課 大家一個人歡迎 黃曼老師以及軍方部長和黃曼教育團團隊的老師們 已經把新資料集團的給我們興奮的一種學習的機會 我今天向大家匯報的能力就是 漫談商談衛工的方議長 首先我這個部分可能一共是 大堂年代 由於實際關係 我重點來講 你離第二 最後的部分就對了 第一部分首先是講 你打電證和翻證電證 從一體裡面 前一天在網上都可以看到 有人寄託 火神派和黃曼老師其上的方正變正 他們的立體裡面 到底哪一種東西能夠起見 上來論張宗廷的 這些永遠的思想 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也是每一個學習方的人 目前都要躲避了留情 這裡呢 我先講一下一個具體的示範 在廣州李善明先生出版的一本 這個金方對談 端子裡面 有一篇呢 第一篇的文章 就是呢 現在的這個余虎神 這個 呂崇潘先生 這個篇文章 其中提到 這樣也不斷有一點情況 他說最近啊 他分子啊 這樣很差 因為呂崩潘 證得太多 煮得太久了 他已經把分子的 原來的那個 無辜娘的妻 東西搞沒了 那怎麼辦呢 他說不用 他是專用分子 與婦娘 是他的一個特色 這個背後的料 他可能不用 他說那天啊 正好呢 這個 呂崇潘呢 跟著他 來搭配師嘛 就一起呢 他說到病房內 到病房去 看了一些病 看了四十幾個病 這幾個病 這幾個病 是全運用複子的 作為重要的 但是衝傷裡面 就沒有複子 仔細一看呢 重複 位置 有一種 兵脈造成的文件 就跟老子試探 這個複子怎麼不用呢 他說複子不好的 這量不好的 您可不用 可以用複子 複子 複子殺 一頭一隻病人 四十幾個病人 全民都是複複子 這裏就起出一個 非常有意識的問題 治療當然 一個月點效 沒效到 他把這個治療 提牌告完 就是說 在一個大閥塵的情況下 比閥 可以大於 放藥 起碼大於藥 這樣一種 臨床的經驗 和臨床的一種思想 我就想了 這個跟我們講的方正的面證 好像是有一定的距離 因為我這也是 這個 在經關論證上 在另外一期的經關論證 最近出版的一本書長 看到呢 就是福西蘇老師的弟子 洪世倫老師 他講的一段話 他說 福西蘇老師他是反之強調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傷 最重要的是誰 他說 你變成變成是太陽病 你認為這個事情就完了 你結果有時候 你解決了 你解決了 還沒有 下面的那種 一系列的傷子 到地方一個燈灘嗎 麻煩燈嗎 櫃子燈嗎 等等 選擇一個非常重要 你隨便隨意動 他說是不行的 下面還有四個字 絕對不行的 為什麼一個 可以用法律代表 用來強調 一定要 方腰到位 把方腰還在體力位 這就是我覺得 這樣的都是大家 臨床經驗都可以肯定 但是 私訟上 概念上 肯定不一樣 那老體 哪一種共識 忠敬的傷他們的意思呢 他們都是傷害的 他們都是極善的 他們都是靜方態 應該講 都是比較純的靜方態 但是 明顯的兩種不同思路 集中在一個血胎的身上 所以不想起了 想起了一個象棋的故事 象棋的故事大家都走過 一般都會走 象棋搖晴走的時候 我們發現 沒有人居 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用走呢 絕對不是 居們要用瓶蓋子 用用力帶起居 只要你遵守象棋的規矩 你可以一直以來 一條文明講 這句說明 看一天摸得走的東西 在這種象棋的規矩裡面 是無所謂的 而看一天摸得走的規矩 應該是優 假設對這個事物發展的話 也是去 我們去對比 上正變正的話 那上正變正的規矩 是不是有考錯了 看一天摸得走的東西 就是在第一位 而規矩性的東西 它怎麼可以對我們 當然不會 方法老師請向來 在銀行上 在這些理論上 都已經給我們打算 但到底為什麼呢 這就是概念 這就是個非常重大的一個理論概念 象棋跟規矩 這個時候是可以 也套在 我們方正變正的理論的這個 這個規矩上 這就提出了 第二個東西 那個方正變正的惡理性 你會以為是能夠做下來 根據最象棋的規矩也是不分 象棋規矩規矩大於 看一天摸摸得走的規矩大於看一天摸得走的規矩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是對的 所以我就從幾個方面來考慮 一個是充其的 就是說病啊 好像一個原宣 一個原生 你總是用用 不管什麼家 金方家死方家 不管哪個派 富洋派富英派 或者是婚洋派 三分派 不管哪個派 最后你自己想 總是方妙 把那個病症 把他包圍住 你只好在原則 總是公共 方妙去其想 所以我在這個講話上就覺得 什麼派什麼派 已經是思維的問題 而最後 總是方正相對 離開的方正 遠一點的 在方正的基礎上 產生的理論 總是滯後的 總是個派 人家 甚至在哪個派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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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僅僅控制這個方針 因爲講是大家的功能 都會到達這個方針的重慶 一個是直接到達 一個是公路 這不行 化給了輪流之後 再到達 所以這樣我就想了 一個原生日圓的距離 那些變政的輪流少一點 還是僅僅僅扣的地方 這個運氣就已經很明顯地出現了 我就想起了 中國的一個歷史學家 朱雪芹他講的一個故事 他說 車禍一個人出車禍 車禍就說人警察來了 就幫他當事人啊 就把他抓起來 這個當事人也沒辦法講 就根據你車禍的斷財 就能解決嗎 欸 他會來了一個深刻的哲學家 他 就 提出一些問題 他說你這樣把他抓去 太淺了吧 這是看見見過的找些東西 在他的內心 在他的請周圍 他一看見見過找他一些 理論呢 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問題 原因呢 我們是不是要追究一下 那就追究了 你怎麼樣 去多分啊 吃酒啊 好 那吃酒在什麼地方做 他說什麼店 那店老闆 也有問題 他把那店開起來給你吃酒嘛 你不是去錄裏出吃鳥 那店老闆也去掉酒 他說他還不夠 原因還不深 還有什麼問題 你那個店來得住呢 他說什麼去想做 好 就這樣老闆也要來 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看句非常深刻 其實不是原因 對聽的原因 直接的原因 就是看見 你沒有在找的 他這個原因 還是解決 快點 所以 從這一個看見 初期是這樣的一個 考慮 認為呢 離開了 原生太遠的 一些原因 可能比較深刻 但這些待遇能力的因素 假在裡面 可能 就不怎麼樣 好說 後來呢 我就覺得這樣的回答中間 還是一種名而上 還是一種比較的 還是從領域的理論 還是你覺得呢 不貴贏 就再下一個問題 後來發現 發現了一種呢 就是解釋這個理論的 種比較少的東西 就是因為是 老實在 一個發作人類學家 起出來的 一種 埋藏在每個人 心理心理 心理底部的 一種思維 它幾乎這些性思維 也就是說 自殺的 思維 這些 所有人類 與生俱來的 這種思維 它比外面的這種 看我們平時 經常用的習慣的思維 特別是現在的這種 性思維 更多的是 科學的思維 我說也變了 一般 我們就沒有出現 只有在小孩的時候 還可以追蹤到 原始社會 可能會表現 因為年始社會 沒有 沒開話 所以 它也可以叫做 沒開話的思維 還沒有開話的思維 裡面 可能會找到 孩子 你看 學外語 學自己 本母語 也一樣 學她很快 與年始都不是長的東西 它有一個規矩 我們學的那麼難 潛中的排律 動詞名詞 鼓語的排律 還是隨便是廉字 談話 一學就隨便做的 不過我跟你講 它是開動 人體的內在 深層的 那種 野性思維 通過這個思維的系統 而學習 而這樣學了以後 就根據 要根據我們 一種文明史的 理性思維去學習的 非常困難 所以她把這種思維 定為一種 人的心靈對我們 一種呢 不意識的 不意識的 理性思維 它是一種理性思維 它不是本能 它跟人的本能不一樣 但是呢 它跟我們一種 有意識的思維 也不一樣 有意識的 老實過來 那些人就升落到 1935年到1939年 升落到 巴西的 那種 統籠 一些 印第安倫的 那些公共裡面去 在那裡 帶了好多的時間 正經了前年的挑戰 他發現 那裡的人 我們講 中國的角度 那樣 他是沒有太過 沒有太過 沒有太過 也沒有現代的 這種思維 但是 他們的 也是有文化 他們也是 有持續的思維 他說一孩子 七八歲的孩子 可以認識幾十種的 吃病的藥 哺乳掌 可以上千種的藥 都可以跳到頭來 吃什麼病 以世界最名的 政府學家 出產和服務 他們那裡就有一種 很緊密的 一種思維啊 所以 他平坤大量的這個公眾 他寫了一個 野心的思維這本書 就把這些東西 把它表達出來 這個表達出來 跟我們 金方有什麼關係 跟我們方正有什麼關係 大量有關係 金方 就是在一種 我們的先人 在明開化的狀態下 從 這種野心思維 來做一個善情 所以 我們有必要 把這樣的說法 跟我們曾經對比 而這種 思維呢 他把它 總結為幾個特點 他比了四個特點 他比了四個特點 我看門金方 很多是跟他相似的 第一個這點 就是 他是一個 具體性的科學者 他把它提到這樣 科學一般都比較抽象 是人呢 用意識的 用人性的 而 我們的古能心人 所開放出來的這種東西 他是看著點摸得著的 科學 你看 跟我們的金方多相似啊 是看著點摸得著的 你看 也是 就是 就是一個科學 這是他的年紀 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 我們把它 變動 第二個 它就是 無視階級 永古呢 把整個世界 看成一個 混沌的 一個整體 他翻得開 三個式 翻得開 進去 現在進來 所以是入了一種 無視階段來 我們方針的最大的 一個特點 道明它的話來講 就是 共識性 什麼叫共識性啊 創造這個詞呢 譬如說 它呢 意思是這個理由 就是以搶合 原力是以為搶合 三 那麼多 那麼多的零分 並正表現 在這一個 特定的空間 特定的時間 搶合 就剛才王馬老師講了 那個特定的時間 所以我們只是會員一樣,確定的時間,那麼遠距離的人,雖然總國家助理官員覺得,媽媽老師在同一個方面,同一個時間碰到了。 這就是一種共識性的現象,而方正對我們欺凌的也是這樣的一個方法,在這裡,在這裡,時間,去到後面去。 而這個呢,這個平面,這個討論上的所有數據,就可以深刻地反應地增加。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講的,在一定發展過程中,某一個階段的,我們教材是病理概括,它這個不是病理概括,應該是方正的概括,就是一個共識性的現象。 這種共識性的現象,在野心思維裡面是存在的。而這種現象在我們現實裡面,也有它留下來的東西,特別是中國。 我們中國人,我們中國人對時間的觀念大概都知道。六十年以來,門櫃,直接是永福,直接是原住主,不是製作者。 製作者的外來的四種樣,這個方面,在我們一直到現在才知道。 民國的時候,還有自己,民國一年,民國二年,這樣在自己上。台灣現在,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跟民國這樣去上。 而那直的現,因為在封城堡這一個,我們講神話一點。神話、圖騰、宗教、救世。 野蠻人的,就是離開外的,我們的武學呢,野蠻人的隊友,應該講,是離開外的,也很會講,是一種,一種示威的特點。 這一個示威特點呢,在有些中國人,在我們來打封城堡裡面,有些維政堡嗎,它是在頭開斷,倒在那個,倒在那個。 倒在那裡面,幾乎是什麼呢?十幾乎是,有時候是,因道。 背來,我們說背來,它這個頭,它倒在那裡,它會變成什麼? 面臺是前面啊? 它變成,後冷,後冷。 我们这个呢,过去的事情,它本来是过去的,它是重启。 所以即使在我们语言里面,还有一点它的重启。 这就是,没有时间的一种原因。 就是,所在的原型是为留下来的一种能。 而留下来的重启。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它的一种内比的现象,内比性。 因为,它整个世界是重启的重启。 它把植物的、动物的、人的、鬼神的、神话的、图层的、宗教的困在一起。 所以,即使在我们经常里面有没有留下重启呢? 在我们的当中里面,也有。 我们有些方,就以古代的神去命名的。 以神去命名的。 像我们正常啊,正常圆堂啊,这一类。 是吧,开始堂啊。 为什么呢? 一个古代的这个人,它是人。 谁让对待话,不是动物。 人,它也是一种思维。 这种思维,是与生对待的。 它现在,和我们的现在思维。 知道吗? 老师认为是一样的感觉。 是平行的,没有高低,没有野蛮可恶命的分泌。 这不过是复古的,这样自相亏命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它那个,它这种,我们讲的实践性上, 它就会让这个东西传下来,烧了病。 就能摸索了,这个摸索的过程非常慢。 碰到了,看一下,可不得了。 原来的病人发烧,可不得了。 可不得了之后,开始做了整个本能。 要冰水了。 这个到底,刘文伟的作品里面就讲了很多。 可不得了,可不得了,可不得了。 可不得了,可不得了,可不得了,可不得了。 所以说,诶,喝了病水好了。 这个就说,一年与本能的一个抑制。 抑制,抑制,抑制,抑制。 但是呢,这个毕竟不当吃了。 总不算,不算,这是本能。 这不是野心思维的产物。 后来又跟文伟说了,不说什么呢? 它认为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想, 是认为人体,活在这里, 人体应该要,是由一种本能,活着的本能。 他会通过,防御,补充,自我补充, 通过呢,一种呢,排力。 特别是这种现象,就是体抗, 这种拜人的东西。 排力是其中一种,也要补充的,也要调整的, 是起虑自己的事。 自己人之旅。 而我们现在生病了,特别是不拜反兵, 那么难过,有人去找。 因为人体有这样的一种, 本能和台语的情况呢,去想出汗, 通过来太多。 但是出不来,出了还要出来的, 就起虹自己, 自愈了,很多就是自己,自愈了。 还不出来,他就去想试想试。 适当一个门工出汗了,在嘴巴里面,想。 后来发现,好像麻烦。 归职,苏月,这一位, 诶,是在这种人的归比笑。 两位祖国祖国,一位到两位, 新式战场啊,神龙很早今, 应该在神龙时代完成, 但是,大概有些新代我说, 我计是五千年到一万年, 那个时间,就连交时期, 那个连交平凡时期, 那种时期就是坚重的重要。 然后,突然这个疾病掉, 然后成方, 当然最后会成, 好像发现, 过成一个, 持高出名这样的处防是最好的。 然后发现,是好好, 但是未必有办法这样, 再加上此, 经理, 干啥, 再加上, 两口都给你不了, 再加上, 生对了, 啊,生在这个, 人生对比更好, 然后他一个人再加,再加, 再加给你笑, 就倒退倒退, 最后, 静静去去前前后后, 收改的收改, 赏识的赏识, 最后平安在这边带着他, 然后就会追上好, 好一个名字, 很大的名字, 跟先生的神连在一起, 因为在一个古人的世界里面, 神啊, 人啊, 世界啊, 生死啊, 是一样的, 他就在那里, 唯一, 唯一就是行李者, 他就在那里讲啊, 因为没有名字嘛, 没有名字就在那里讲, 唱啊, 讲啊, 群里, 以示啊, 就把所有的定的名字啊, 什么道什么, 要什么, 什么什么, 讲念, 捞捞捞捞捞, 每次捞捞捞捞捞, 病之好了, 他要捞捞, 没有捞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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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已经经过古代人民的参与 经过古代人民的一种习业结果的产 年月四十的可能就表现在五十二平方那个世界半里面 神明很早经历后来证明的说 因为现在人民不赢 人认识了习书 要把事物的原因呼吸出来 这是人的本文 古代人民的外 古代人民的解释了就基于神嘛 图腾嘛 基于宗教 神话 基于这样 张宗敬就说的这个事情 张宗敬他是个非常天才的 非常敏感的 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异决 在他的训练里面就可以看到 他的奉感 无奈的那种身形 我们就可以提出到 对当时的一种 世人对医学的态度 对灵力的态度 以及对身体 生命的态度 他就表现了 一种 我们可以提出到的那种奉感 一种遗憾 一种无奈 他尽自己的力量 他整理上台论的时候 他整理上台论的时候 他就说呢 他非常珍惜 古代的这种别性思维 远远彭彭的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在上台论里面 有关的专家 他对版本里面的那些条文 都仔细地考察以后 那些我们弄得到看得见的图形 它是基本上是远远彭彭 和那种五十二方的一个时代 那些记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 他也排取古代文明的东西 他以为古代文明发展的比较好的 当时实在是最高峰的 在有一种我们现在讲 是一种不数的 认证杂的英典的学生 他也接受 他就做到平衡 其实电脑的 用词来讲 他就是兼容 兼容激规 把他放在上台论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本书 一般人就写的书不一样 根据李泽伦教授的 他的理解呢 中国人的一种美学对修啊 特别是写文章的时候 叫做均称 均称 对称 均移 中庸 你看看上台论 中庸没有 其实是整理的 他基本上能看 我们保持他的方向 他的篇章的深度 跟我们从来没有 对修 就这样 太阳桿的山脏 他里面 真正的太阳有三尺不多 把其他的我们 各经的各并的三尺 都用来进去 少阳兵 特别应该引起我们的记录 根据日本人的凯训 很多很多要换 都是在少阳兵里面 但是少阳兵里面 尤其这方子 他自己的方子 都善悟在那里面 有这样一个单位 编制六十个人 到位的时候 就有没有 有这样的一个写法 他为什么这样 我的意思认为 他为了保持方正的重要性 让他把方向尽量 把它淡化 淡化到他像透明的不立子一样 把它包起来 透过不立子 我们还要看到方正 这是他的可能 是他的原理 他并不开始平安选手 不过作为一个方向 他要尽量 把他这种古代的人民思维 要摆在一个位置 可能比方正很低 我们总统这样就可以知道 他还有 等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 有意思的问题 他把发热的人民 基本上排在上反 把发热的人民 杂病 可能排在另外一个后面 有什么样 但是有一个问题 既是杂病 又发热 就排在哪里 这就是锦 吃 夜 他排在太阳瓶 但是太阳瓶 跟太阳瓶 也不一样 太阳瓶 真正的太阳瓶 也不一样 所以在版本上 有一个讲究 根据日本 康庆庄 排在第一位 排在太阳瓶的前面 也是太阳瓶的前面 怎样怎样 而根据我们呢 总统成本 还在经位的人权 有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 不是 给别人抓住了把握 他不知道世界上怎么说 会好 怎么会好 发热的人 不发热的人 听规 这样就能抓住 诶 听规的人发热的人 一分二 不清楚呢 其实这个可能 中间的问题 到底摆在哪里 其实你看 排在第一位的话 第一群人 不能够不对 但是我排在第一位的话 又怎么样 所以这里的确实是一个难题 这个中间正确 风扇 他可能是把了不少的生思 很多他的轮行的东西 可能放在那个鞭坎街道上 他表达的意思 我认为 他是非常有助方式 第四个呢 他的特点就是 他的特点就是 他出现一种 养缘 对立的 逻辑的 这种 一种操作 和他的推力 在古代的思维 两元的操作 就是说 几个东西都是一对一个 对的 第一对对立的 这个就是 阴阳学说的 阴阳学说的 明阳的一种状态 所以 北京也来与这个东西 北京的阴阳是想 你在这里 看到明阳的 他就是队友 你看 他这种 对称性 对立的东西 我们在上海里面 看到很清楚 首先 在我人的思维里面 他那种 对立的东西 他就去解释 他这样一个方的 我们在现在的方向里面看到 柜子参 他就有两个对立的方向组成 柜子参少 柜月汉少 在柜子参面周围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种对称性的 对立的现象 柜子参举 柜子解柜 柜子解柜 柜子解柔 柜子加柔 这种对立的现象 可以看到 还有 他说 有个 函子方面 对立 既有 一个 这个 好像 原来舞台 叫做中舞台 柜子参与 柜子参与 斑 柜子参与 柜子参与 柜兵 柜兵 这是 我们这里 ¿上面有下一个 柜兵的柜兵 柜兵 柜兵 硬塑 柜兵 他 他说 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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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宣傳的貼紮有一個樣子 它可能就是 思維要不是一樣的 白草、三道草 一個是貴之白高的這種 或是黃情白高的這種 貴之和黃情 作為一個是陰蕩跟陽蕩 這樣的對立狀態出現 這可能就是五代 就是一樣 它們一種兩元對立的思維推論 這邏輯的這種就是存在 所以這四個部分的情況 我想來看呢 這個跟我們方正的內容 非常的相似 這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對野性思維 它的突發性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像這樣一種狀態下 就是 怎麼樣去 我們現在去學習的確立到 這種思維 野性思維已經存在 這種野性思維在每個人身上的官用 是無意識的 野性 在小孩子的時候表現得明顯 長大有 比遮病 他用一個詞 遮病 的確是遮病 遮病的宇宙會出現什麼現象呢 方正求證的時候 我們在變政的時候 沒有這個思維 你就會視而不見 精而不容 有一點不出態上 他當然不出態上 是方正 有一點不出方正 這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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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很多的 這個 經文的故事裡面都可以看到 舉個例子 雲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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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梯教學生 他那個不實在的不容 書籍 為什麼 他跟外海人 不是中醫的人 他用上海人的方正求證 製造自己的兒子殺傷 是麻煩他 而那些衛生 他們是 受了 其他的一種領存的 也是同樣的 同樣的病 看來看來看 他們看不出來的 他們也是最有經驗的 他們也知道了 也看到了發生 發生 氣氛 武漢 也看到了 他們正面 為什麼 他們看不出來 而是跟其他方 因為 一種 現代的文明事物 你對著我講的 一種內心的思維 可能 會把它蒙蔽 看到 也看不出來 這就很重要 初學的話 王八年出現這個問題 為什麼 你會看到我 看得到呢 因為 你腦子裡面有其他東西 所以王八年出場講啊 學過 沒什麼東西 好學 去吸引的人 好學 去電腦的人 去電腦 去電腦 好學 為什麼 那一種 沒有電腦 我們會的 我們意識的 力氣 其中用 而照顧這種 不在這種 文明思維吶 不中 因為有學派的東西 你偶遇沒有經驗 有經驗 你經驗 你經驗沒關係 你經驗 你經驗 但是沒經驗 你不能經驗 就會排 排行 排行之步 就是用力去 不要講這樣 你不知道這個 可能沒錢 剛才講的 雲七家的兒子 其他意思 為什麼用 動詞啊 通知啊 我們這隊 經驗啊 我們這隊上 都會 馬虎他 並不看到 他很髒髒的 他跟他的病人都不會講講 病人的情況是放在哪裡 不看得到 摸得到 然後他能見 為什麼這個CVTBG啊 他有一大堆的東西 把他感受得住 第一 遣其熱 術 是陽邪 不能用熱的用 第二 小孩 存在自己 不能用 還有 耐向術 是熱症 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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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還能用嗎 你知道嗎 你那個 因為根據這種道理 畏懼大於看的 這個 這種 畏懼是病菌 畏懼是小兒的 犯態 他跟每這種理論 是定型的 當然 真正有經驗的一件事 他就不會了 他為什麼 不會做文憑 他坚弱 就不做文憑解決了 所以我想 這四個特點啊 在方針裡面 表現得非常的明顯 由於是電話題呢 我就 把這些 作為一名 下面的影片 反正講的就不講 第三部分的內容 就是講 上課論的一次段階 第四部分的內容 以及呢 上課論的特定 結合了講的一點 接續呢 我們講的就是 第五個方針 第五個方針 就是 觀念和閱讀的關係 其實跟這些講的 就是觀念不影響閱讀 觀念不影響我們的 看病 觀念不影響我們的診斷 這個問題 在現在 我看到 中國最早的一個資料 也是我們的同行 我們的 老前輩 就是呢 陸世 陸世樂 先生 他是 1914年 就去世了 他是一個 也是一個 聽方學者 也是一個 公宿小說的 創意者 也是個 天誠的運輸者 他在1911年 就預示到 一百年以後 上海的旅行四國會 後來真的發現 這也就是一種巧合 也是一種共識性 當然 我會追究他的內容 追究是追究 為什麼 大家為什麼 但是 這個人 他就最早提出 應該 用詹仲平的眼光 去容詹仲平 應該用詹仲平的立場 去理解詹仲平 詹仲平的什麼立場 重視上昇 你音量取守 許說是個框架 而音量取守 之要 把它蒙定 音量取守 這種框架 最好是透明的詞 把它看得見 滿受名的貢獻 是很大 他認為這樣會不贏 這樣的話 音量取守 今天是個朦朧的一個框架 應該盜渡 因為有條件 音量取守 已經發展得很好 去盜渡了 所以在 當平的 我們就可以知道 很多追問 將近 差不多是一半碗 都應該是王宿國的手臂 他豐富了長達人的營養主席的內容 這是他的功能 應該說 長達人他並不看起營養主席 他豐富了也有好處 但是對初學者可能有蒙蔽的主席 蒙蔽的主席 你看 我們現在反覆用的那種理性的東西 理性的東西都是王宿國的手臂 你看 並有反熱無行者 范玉陽 無熱無行者 范玉陽 第七窗 你看 我們引來進去 說中益的思想多麼深刻 卻確 是王宿國的手臂 還有 我們經常講 對上門內的靈魂情緒講的 是什麼呢 關其門正 關其門的 知念文明 所以政治也是王宿國的感覺 多好 這多好 是好 但是 他在這個好的同時呢 也帶來一個方正的爭域 方正的爭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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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邊太爭域了 就好像 我們就是一個故事呢 把蒜蓉的片方向叼住 他那叼住的手啊 變成變成的 那個 片方的爭域的時候 我們把蒜蓉的手開向 把蒜蓉來的時候 就把這種砍掉 太像的爭域 正開算成爭域 我還像 這個東西就不行了 王宿所說的是同樣的錯誤 它太像了 它不是錯誤 它應該講 它那個是錯誤 應該講我們是現在正確辦事 對這也不退了 應該講 它可能也會解決 不過它都會用暴露這樣的想法 這就開始了 我要提出一個講法 開始了 尚喊論的 對內進化的過程 就是開始了 一代 一生 全部 在這個社會上 逃亡最恐怖 一代一生 本門的靈感的理解到 張東京的方式是最重要的 好像成修年啊 去林泰啊 大聲的呼喊 也發出這種聲音 一者之學論 全在一上行之裏 半壁皆多 這句話是講的 其次 你看 全在皆 這個知識 送到最重要的 去襯托 襯托什麼 襯托中景的原意 是重方正 但是 見到這聲音 能夠聽得到嗎 見到這聲音 能夠聽得到嗎 見到這聲音 所以呢 三十年代 啊 劉文蕊也是在一下 我們來討論 現在狂狂老師的這個聲音 給我們聽到 所以我們這種慶態 能夠聽到這種聲音 這是一種歷史的唯一 這是專門景中 無兩千年的歷史唯一 所以能不能在這樣的場地 在這樣的場地 那麼多的人 會聚在一起 這都是一種 歷史的記憶 我們要保護 所以我們講呢 這個方正的這種 剛才講這種 路師樂的這個 他這個人先進的集中 國外 後來就是 就是差不多變種思想 你看 放到國外 就變成一個人派 什麼人派 就是解公主義的 馬克思民 解公主義的馬克思 他有一個人 阿爾路舍 阿爾路舍 阿爾路舍抓過人 他的保衛馬克思 其中用馬克思的眼光 去看了馬克思 用馬克思的哲學觀點 去解讀馬克思的資本問題 就是用女士樂觀點 張東京的眼光 看張東京的上海 還不是一樣 但是他這個地方 就埋在 歷史的灰塵裡面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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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世界上 非常重大的一個思想眼看 所以中國的有些東西啊 就這樣 要 漸漸地消防在 歷史的灰塵裡面 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們講 這種 概念 和約束的關係 已經呢 第六點結束的異平化 就是說 上漢了 在馬爾山的歷史過程中 一對異平化 而到了 十八十幾年 日本各種方丈的行期 它其實是方正主義 方正主義 什麼意思啊 不出 方正 在張東京的 學術裡面的 重大的一位 應該把它 內定化 內定化的過程中 速度中 解放出來 所以我叫他 這個什麼呢 這個區域的地方 區域的地方 深刻 的欠念 當然 不是晚上的 但是那個 深刻性質的 我們學團店 他的深刻性 就是他 上漢論 成為一個主義 被內定化的過程中 上漢論 留在 培養了 大體內定的上漢牌 這個詞 是洪 洪世倫導師的 他的話 就是說 內定化 上漢牌 內定的上漢牌 就是 這個過程的一個產物 好不好 很好 很好 但是 好 他好了 商人就可以 你還好 他不是更好嗎 所以呢 他好的 同時呢 就是犯 另外一個 注意 被他好的 因為他的靈魂 他的內容全球 就立即走不去 他的靈魂 張正殿 這個靈魂 沒有走去 沒有 沒有給他 帶去 而是呢 這個 記憶動動 起出來 起出這個東西以後 扶出了對面 浩浩老師 就在這裏面 承接了 最終的意識理想 把他內容 過分的東西 過分的東西 也是離開張中心 張中心是異類 營養的第一波 不過終於 營養學說 三音三樣 可以看得清 看得到 我們 看得到 方正 不 抬舉 這種事出來 業務 這就做得很完美 這就做得很完美 所以呢 我們講的就是 這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內容呢 就是這個幾個方面講到 七個方面內容 我自己想想自己的情貴 銀行的情貴 第一個 我最願意的來說 病因便宜 算到上陣 我是寵巧的 第一個命令就不能到這樣 我從前是找針灸的 找了三年 後來呢 受到呢 如問人事想的啟蒙 就開始動死傷症 碰到第一個病名 就是傷死病名 傷死啊 這個病名大概跟別的病名不一樣 別的病名可能虛擬啊 風啊 還蠻虛擇 這個三十號元素很現實 所以醫生治療的時候 開始吃幾次 用說化石在凍子高中 看啊 他是吃了幾十個動 幾十個雞蛋 沒吃滿的 這困難事情 吃個花丁 拼命吃小孩子 不知道 小孩子也是 輕人的 說你忘了 吃傷了你 用傷死的東西去吃 沒想 後來給中醫看 一講 你看 隨便沒有 帶有現代頭腦的中醫 或者帶有內定頭腦的 那個還不怕死消掉的藥啊 不用擋了 不用擋了 用不夠用 用了幾個越來越像 越來越少 把那個中醫失望了 中醫 就是在這樣的治療中 失望了 都沒有用 去吃看機 機也沒有用 機也沒有用 機也沒有用嗎 我剛剛在找針灸 大家是知道 去去問我 我早就覺得病名 感興趣 但是我沒有出房權 也沒有威信 他來給我看的時候 在上面的時候 他不是給我看 可能是給我 沒發的 給我下上牙 同個生產隊的 我說你這個病 他是少下 我覺得比你也聽得懂 上面呢 是嘔吐 冷氣 中間呢 是皮馬 下面呢 是長領下領 我送他出來給他看 你看 但是他給他看的是 鏡位裡面的一個小文 就說這個皮馬 那個嘔吐 有下衣 就是這個方式來 辦一下卸心肝肝肝 你由於口腸 由於睡不好 變得到訓定的方式 乾爪卸心肝 他說有沒有發實在用 我說沒有耶 我不考慮這個耶 好了 實際上就效果了 明明是傷痴 但是 為什麼不明發實在用 發實在用很像呢 這個病名很淺 這個病名 概念 我把它想成一輩子 就是說 看著見摸著走的東西 是人體的本能 台語的 一種反應 我們幫助他移動的 而傷痴的東西 他一定是在於 他進去用 被你准了想的動作 說不是湯啦 湯品求真的 那個 黃漢醫學的訓練 他說同樣是酒 吃進去 有的人發紅 臉發紅 有的人發白 有的人吃巧片 有的人出汗 我們用病去講 治療的時候 有根據他心臟的斷斷 那都是病去酒 這個我們說的 免死病去治 這個就不是方針辯 方針辯 方針辯 內心 要先把它排到那裡去 而是 聽不聽的話 我不聽不聽 我還看了 遊戲 我女兒現在跟我學 我去給她先看 現在都是給她先看 看了一路 我就再看 開始就能不習慣 現在也先把反正模式 他看了我再看了 他看了 有些病 就是套上去 在男生 就是套上去 比如說 靠近去 穿鞋子一樣 這個動作 但是不是有一個 好像是 我們不是有一個名字 就是講那個男性的嗎 靴躲西的女孩 再說你對號不能入住了 這個就是不太難聽了 我認為你不要這樣想 我們不是一雙手 好無險 有序的行在哪裡 這個不行那個 差不多 是八馬的部隊 十七馬 十七馬的部隊是六馬 可以靠 靠我們 靠我們發展什麼 就沒有靠的意思 有個病可以靠過來 有個病例 這個病人啊 十年 好久 好久 東方股 安眠到什麼樣 什麼樣 開始就回家 我也知道一段時間 沒想 病人現在有的更好 在那裡 我知錯了 他還是相信你 所以我 他覺得非常感激 病人 他都不來這個病人失敗 他來的時候 我就仔細想 啊 我有時候也會被 方向有時候 很特殊的獨特 我被他吸引 有個病人沒有用 一般過來 直接用 他說自己受 最多是你睡不著 為什麼睡不著 他說 非常特別是受 看看他 一看就無反 這樣就睡不著 一下子睡不著 這個沒有什麼功夫 其他過代理由 就是三位防前看 好 全面這個 上面要不要急 想非常大 下去 去睡不著 但是醫生 你為什麼不倒 對方就來給你 因為自己還不知道 這個 這句話 還有一個呢 有大財品 我這個病人 上面還有一個 大財品 他前面就 看了好多好多的醫生 啊 按一下 些心灘也用過了 什麼也用過了 但是那些人生 都沒有副整 黃黃老師說 副整 有時候 是最重要的 就是最重要的 一個方案 這個可以 第一動用的思想是 這個病人也是這樣 負責 剩下家庭 其他 想要比較 什麼 比較 起色比較狂 眼神非常不好 起色比較狂 哦 這個呢 就是大財主 大便 余見 障礙 這樣 大財主 效果很好 病人三天就大天吧 整個前方治療 一個人員 做好了 今年 我剛來的時候 還不煩啊 畢竟不眠這個時間 也不知道不好 第一次 我女兒看的時候 他還 很不滿意 類似是這樣子 他開這個方式 這次來他就 他差點沒意見 當然他看到我還要看 他沒有去完全 第二 因為我是講的什麼呢 就是講一個病人啊 就是嘴巴 一個人啊 這個病人也是 非常相信我的 他說自己介紹 我也不知道 看他每次來都 自己不滿意 把自己的情節帶給他 他說有十一個病人 全都是聖結石 都是中的手 到我家 十一個病人 我跟他這麼講 有十一個病人 做什麼 做三個病人很大的 其他全部 兩天三天 全都做好 所以說我們真救 先真救 真 打斷 再用到很快點做 甚至因為 因為醫生本身就是 做大一科神的醫生 他也養接三天 就是 就病人 他自己來 把他葬事 也是聖結石 他都問我就是聖結石 他是這樣想 結果有人不知道 我看他嘴巴來看 我跟他講 你跟他講 你跟他嘴巴來看 他說 嘴巴來看 已經很長久了 他說 他說 沒辦法了 聖結石就不知了 不知了 你也就大事不知了 我說 都會的 吃吃看 我就跟他講 女兒跟他講 女兒看了以後 說他有兩方面症 一個有太陽在這方面症 這個病 首先是定規 我女兒說 看念他 我說可能念他 如果說 在我的記憶裡面 聽一個語言 善談語言 沒有講到話 我說 今天不是他 這邊不是靜嗎 靜 太陽病 他用太陽病 他人發生情是沒有 他人發生沒案 人家斷石 是用動物 不跟他的症 就用不跟他 他當然在發財結症 發財結症 我認為 這是一個病病 病病啊 在病病趨向於理症的時候 一般先解病 上他那邊 他沒有把少男和太陽的病病講到 是講兩男病病 他講了兩樣病病 所以一般是陽病病 先不要治 先治太陽 太陽少男的治療 但是呢 日本漢方家 做了大量的研究 以後 認為呢 少男病病病也很多啊 太陽少男病病 不過 他要處理的時候 要聽住你 在太陽少男病病過程中 假如 偏餘的 可以一起用 先 就才能治療 假如偏餘的 他認為 應該打探紙這種 之後 水南方政 同時准在 是不是何方 要根據上行的 又驚騙證 這不是說一說 又驚騙證 不是排除掉 東共犯的錯 就是排除了這 不排除 作為一種 證斷的依據 好了 就 先用 跟他 這個病人也很固執 壓得又彼此 我跟他身邊 就沒消息了 沒消息就跟他 後來幾個月 他就再一個病人來給我看 我一看 露一下的嘴巴少在 我就 很驚喜的跟他 誒 我說你這個嘴巴 原來這邊的 現在不是真的嗎 他說是啊 我說你 你吃了水的藥嗎 他就是吃了你的藥嗎 說你給你一生之間 我覺得 我吃了 你吃這個 你怎麼吃 我吃一天 我就去燉了 正如說你怎麼樣 他就吃了 為什麼不吃 他就吃了 他就吃了嗎 這樣 對對對 你就完蛋了 他這樣想 所以我為什麼要變相了 就是我們這一次出來的錢 是原好 用不到他家一個病人來 我還敢講 那兩次讓他 早丟掉了 但是我對 聽你說 吃完蛋的這邊就完蛋了 他用 他這種很突出的想法 到底對不對 大家可以考慮 是可而知啊 大的疾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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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疼疼疾病是去驚發 也可有一點道理 所以這裡用的詩 就是這樣 我要給大家 講得那麼多 謝謝大家 好 讓你們感到 謝謝 謝謝 金光學者 趙鵬先生 為我們從 哲學的角度 深層次地 採發了 方正的起源 他的合理性的起見 讓我們感到震撼 金光 為什麼有效 我們為什麼愛他 這是一個 一支銀牌在我們心裡 很深刻的本子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再次感謝 偶先生 我們大家 希望你們能夠 一支感興 為我們心裡 謝謝